的确在立法院空转之下 对于台湾今年的经济表现 似乎也会带来蛮大幅度的冲击 像是在这台大的经济系列教授林向凯 就表示说进出口同步的衰退 将会直接冲击了月底将会公布的 GDP成长的预测值 因此他非常忧心表示说 这个马王如果真的再持续斗下去的话 今年GDP恐怕连2%都达不到 强工少女客层主打超卡哇伊凯蒂猫 HTC拼出货齐招用尽 但表现依旧不佳 市场预估宏达电全年出货 恐怕只有2500万只大幅衰退两成 指标大厂出货惨兮兮 直接冲击台湾出口 财政部公布9月净出口数据 9月的出口252.53亿美元 大减7% 其中矿产跟光学器材出口叠最多 比群年通期减少了超过两成以上 叠破外界眼镜 今年一到八月份 我们出口成长2.5 比我们预期目标差很多 第四季忘记不忘真的好惨 台湾出口区域中只剩下 对欧洲还有正成长 其他地区全下滑 尤其年底是国外圣诞节 买期应该最惊人 但9月出口竟然冲不出漂亮数字 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向凯就忧心 进出口衰退 直接冲击月底公布的经济成长率 林向凯甚至预言 今年全年GDP恐怕连2%都不到 预估只剩下1.5% 比金融海啸时期还要惨 马政府长期以来 他心中没有人民只有数字 今年的GDP表现很难超过2 能够到1.5%应该算不错 通平政府拿不出方针 只会恶斗 台湾经济环境恶化 惨不忍睹的各项数据 恐怕不是官员信心喊话 就能胡隆过去